Hello大家好,我是Nono 在2009年福布斯公布全球最有价值电竞公司的榜单中 北美豪门C9以3.1亿美元排在榜首 但和他们巨大价值形成强烈反差的时候 这支战队才仅仅成立了6年的时间 和那些成立于世纪之初的俱乐部相比 C9相当的年轻 但在这6年中 这支北美战队已经拿下了三届TGA的年度最佳电竞俱乐部奖项 那么他们是如何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电竞公司的呢 Cloud9这个名字是美国气象服务中的一个专业术语 在美国的气象服务中 各种不同的云系都是有各自的数字代号的 Cloud9是基于云的代号 基于云的云点很高 因此在一些流行文化中 也用Cloud9来形容情绪高涨 C9的拥有者名叫杰克埃迪安 他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 就读的专业是经济学 在2008年 他在一家名叫克斯的电脑游戏公司中 担任业务发展经理 这家公司在之后的英雄联盟赛场中 也有过自己的职业战队 他本人在克斯的职任职接近两年 拿到了220万美金的销售业绩 能力是相当的突出 于是在2011年的时候 他转而跳槽 加盟了一家职业电竞俱乐部 TSM 直接担任TSM的总经理 而C9的诞生 则要从一支 名叫Opt Gaming的战队说起 这支战队中 有一个人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当时还是队伍的打野的海长们 2012年10月 另外一位传奇AD选手 也规格加盟队伍 他们两人 也是队伍早期的一个核心 杰克埃迪安 对这支战队也有所了解 因为在2012年 TSM以自己的名义 组织过一个北美的邀请赛 Opt Gaming在第一周和第二周的 两次决赛上 遭遇了TSM 虽然输给了对手 但两次亚军 也让他们在北美 有了一些名气 在2012年年底 他们和Quantic Gaming 这家电竞公司 达成了签约 但他们的老板 却是一个奇葩 Quantic Gaming的所有者 是加拿大人 希蒙·布德罗 他的父亲在去世之后 给他留下了一家IT公司 他也是用着这笔遗产 随后成立了 自己的电竞公司 但在2012年10月 希蒙·布德罗 却突然的消失了 他和自己的CEO 博尼·卡塔兰说 自己是得了肺癌 要去医院进行活检 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旗下的战队 由于迟迟受不到他的薪水 在年底纷纷解散 虽然战队难以为计 但Opt Gaming的成员 并没有放弃 在2013年 他们正式将自己的战队 更名为Cloud9 并参加了2013年 LCS春季赛的自个赛 但最终小组出局 雪上加霜的情况之下 C9不得不面临解散的问题 1月份 队伍的上单和中单相继出走 海长们不得不转型 成为了中单选手 在上单上 补充了另外一位选手 BOSS 但即使是队伍最健壮的时候 海长们依旧希望大家 能够一起继续留下来打比赛 野贵哥对他说 如果他选择留下 那么自己也会留下来 海长们最终选择留队 但是在两个月之后 野贵哥为了能打上顶级联赛 最终加盟了TSM 在这个时候 一个熟人又出现了 他就是之前的俱乐部CEO 伯尼卡特兰 老板不见了 但是他还在 在之后他联合了三支战队 又一次重组了Quantic Gaming 随后C9又被他收购 但这个时候 他们才有了一些能力 去寻找一个新的AD 在野贵哥加盟TSM之后 他们原本想要吸引KEOX加盟队伍 KEOX之前是TSM战队 不可或缺的主力AD 他在A41和S2两个赛季发挥得非常出色 但是TSM在之后将战术核心转到了中路 KEOX就指挥的问题和新兴队长两人不断的发生冲突 导致了他最终被队伍解雇 但KEOX并没有接受CG的邀请 他在随后表示自己将要前往LPL 了解电子经济的发展 被KEOX拒绝之后 效率与DIG轻逊的AD Sneaky随后加盟 就此他们组建出了一个稳定的阵容 上单BOSS 打野Medios 中单海 下路Sneaky 以及雷梦Nation 2013年LCS夏季赛资格赛 Quantic Gaming先是在BO3中横扫了TAP 第一场将对手打到了投降 第二场比赛更是一场大比分的碾压 他们在晋级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 则是来自LCS的COL 但他们并没有详细的去研究自己的对手 海队与自己的战队有着非常大的自信 当时队内的辅助AD以及他 都是打胜了美孚的前二十 这也成为了他们统治晋级赛的关键 和COL的比赛并没有任何的悬念 他们轻松的以3比0 就赢下了顶级联赛的对手 成功晋级了2013年 杯面夏季赛 就在他们成功晋级之后 杰克埃迪安对这支战队下手了 他从TSM中离职 然后以个人的名义收购了这支战队 让他们脱离了Quantic Gaming 而当时他买下这支默默无名的战队的时候 仅仅花费了他一万五千美金 而在六年过后 C9就被他打造成了价值3.1亿美金的庞然大物 当时的C9除了五个选手之外 就没有其他人了 而在杰克埃迪安 这位前TSM经理接手之后 这些队员们才知道了 什么才叫做专业 杰克埃迪安随后找到了 Ligopilia的联合创始人 亚历克斯彭恩 作为战队的分析师 又找到了一支B系法尼亚大学的团队 来收集自己对手战队的数据资料 2013年6月 C9打完了ESL第六赛季的比赛 并成功奴冠 拿到了他们作为业余战队的最后一笔奖金 C9的发展 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C9的选手一开始对于俱乐部的安排有些排斥 他们认为自己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分析师以及教练 辅助选手雷蒙能行 会承担大部分的研究对手的工作 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而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很简单 彼时的C9的基地在亚历克斯加盟之后 房间已经集满了 所以他们不想再有人住进来了 2013年LCS夏季赛第一周 C9迎战DIG 这也是他们在LCS的首秀 C9一上来就被DIG反野 大野的狗头 出事不利 但随后海掌们在下路使用节 完成了队伍的单杀 随后对方的杰斯又成为了C9的突破口 C9顺利拿下了大龙在30分钟结束了比赛 之后他们又熬战40分钟 赢下了TSM 在第一周的比赛中 C9一共出战5场 并且全部取得了胜利 这样的表现 很快让C9就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上代选手Boss成说 我们一开始进入LCS的时候非常害怕 因为媒体都在鼓吹我们 但是我们只是努力的去发挥和做好 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这样的C9在春季赛上 一路拿到了13连赛的成绩 整个赛季只有三场实力 他们在春季赛的决赛上 再次横扫了TSM 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联赛冠军 而C9的选审闻 也终于知道了分析师和教练 对于制止战队的作用 亚里克斯彭恩几乎研究了所有OGN的比赛 这让他们在做BP设计的时候 总是能够占据优势 但他们也开始学习韩国队伍 更注重于掌控地图的资源 而不是前期的对抗 这也为他们世界赛的实力 埋下了伏笔 作为北美联赛的第一 C9是直接晋级了S3世界赛的八强的 也由此揭开了他们漫长的世界赛的征程 但这场比赛 C9还是在战术设计上落后于弗兰提克 在首局比赛中 尚拿索阿兹在抓换师技能上带了传送 而北美的战队几乎从来不带传送这个技能 C9还是按照自己在联赛内的打法不断地去控龙 但弗兰提克总是能够快速支援的 这让C9每次拿龙都必须付出代价 弗兰提克在这个系列赛中打得更加主动 第三场比赛 C9更是在前期就被打崩 不过虽然输掉了这一年的世界赛 但C9这一年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2014年 C9在联赛内依旧是一个统治的地位 这一年和TSM的决赛上 虽然TSM引入了新法王比尔森 但依旧唯能先翻C9 而C9在世界赛势力之后的风格调整相当快 他们在比赛中频繁地使用前中期强势的英雄 在比赛早期就在野区或者线上发起干客 也得益于打野选手Milios的节奏带动 他在这个赛季使用了13次的蜘蛛 胜率达到了80% C9在这一年的联赛上 展现了无与伦比的载质力 春季赛夺冠 夏季赛也拿到了亚军 但是在世界赛上 C9在自己最强势的时期 依旧没能有所突破 2014年世界赛 C9以小组第二次成绩晋级 在八强上 他们遭遇了韩国队伍三星兰 C9在首场比赛打得相当漂亮 他们延续了自己前期进攻的节奏 而三星兰反而被他们直接击溃了 Snicky的卢西安在下路拿到了非常大的优势 他全场爆砍15个人头 C9几乎是一路碾压了三星兰 第二局中 大地的卡牌成为了三星兰的关键 他在六局之后 给到了C9编路极大的压力 他们本来是想要利用 蜘蛛和杰的强势中野 来压制中单卡牌这个点 但海掌们的杰 在前几波的团阵中 迟迟拿不到人头 一直阵亡 导致了自己的节奏崩盘 在团阵中毫无贡献的他 只能被队伍发配到编路去进行单单 于是另外一个著名的杰的梗 就出现了在这场比赛的第32分钟 不可能的 他只要出去就是被拖延时间被杀死 哇这边 这是更猛的BD 直接假装我不在 对越过了所有的 他是在玩什么 电流几几八 有一个叫什么 那个刺客的游戏 你就是玩间谍的游戏 他又等这波兵过去了 假装 好假装我不在 他要往前走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草丛 他要往前走到那个西门草丛了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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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装我不在 但我觉得这边大队好像有所意识 他只是回来吃篮吧 他只是回来吃篮吧 他吃了吃篮吧 第三坨第三坨好 我们现在离西门草丛又进了一步 加油啊 加油 加油 这真的是潜龙跌影啊 假装我不在 往前走 走 走 往前西门草丛 他到了 我们离目标快到了 再擦一个眼睛 擦一点 Ninja 我是忍者 我要达成我目标 我就是要拿掉下若兵营塔 补录现在不知道 如果补录的选手听的 他们觉得不知道 观众在欢呼什么 等一下怎么了 八公还没生啊 为什么要欢呼 观众在干嘛 啊 看到了 看到了 哇 那边看到了 功亏一篑 功亏一篑 前面一被发现了 心门草丛曝光了 喵喵喵喵 大绝飞过来 接近台丢 啊 还要死了 被刷到 啊 没关系 被带走 进去死米达 没关系 而第三场比赛 C9拿到了和第一局 类似的阵容 想要利用一级入侵 来快速打开局面 但三星其实早有防范 他们在随后选出了布隆 守株待兔 果然等到了上钩的C9 但C9在整个系列赛中 其实发挥还是相当出色的 他们在中期和三星兰 一直死死的纠缠 没有让自己太过被动 在第四局中 他们甚至一跺将比分扳平 但非常可惜的是 最终残血的四人 没有完成一波 被三星兰复活的全员团灭 三星兰以一种极其惊险的方式 才赢下了最终的比赛 C9错失了自己最好的机会 C9这支战队 是以英雄联盟起家的 在2014年 他们看到了自己战队 取得如此的成绩之后 C9也开始了自己的扩张步伐 2014年8月 他们以高价收购了 COL战队的成员 正是进军 CSGO 迈克尔格里奇克 也就是需要的 就来自C9 他在打职业之前 也是一名主播 被C9看中之后 在队内担任突击手 但需要的本人 在线下赛的发挥 非常的不稳定 在职业生涯中 已饱受争议 在2017年之后 也离开了队伍 再次回归到了直播中间 C9的CSGO分部 在2018年 Illegal Major 波士顿战上 12比1 击败了Face 成功夺冠 这也成为了 第一支 获得此项冠军的 北美战队 但2014年 对于C9来说 还有另外一件大事 在春季赛 横扫全联盟之后 2014年5月 这支北美霸主 迎来了一位 前所未有的赞助商 美国空军预备队 也正是有了这次合作 在2018年 C9的CSGO分部 同样也得到了 美国空军的合作 他们也都看中了 C9在玩家群体中 巨大的影响力 时至今日 C9身上除了 美国空军之外 还有红牛 宝马 微软 镖马 金石顿 等一众大牌赞助 但他们赖以起压的 英雄联盟 却在之后的多年 遭遇了打击 C9从S4回归之后 在2015年 他们遭遇了 俱乐部成立以来 最差的成绩 春季赛的C9 还在决赛上 和TSM大战 但输过了对手之后 队伍的核心选手 还选择了退役 由于自己手腕长期有伤 他认为 这不足以支撑他 继续留在这个赛场上 就是在海掌门走了之后 C9在夏季赛 遭遇了滑铁路 为了弥补他的离开 C9在中单上 找到了Jason 来做替代 这个转会的问题在于 Jason需要时间 Jason在此之前 有过一段 非常奇葩的经历 他本人由于在游戏中 经常喷人 以及存在不当行为 被拳头竞赛过 在2015年 才被解封 Jason没能快速 融入队伍 在前五周的比赛 C9仅仅获得了 三胜七复的成绩 于是 在对阵Team Liquid的时候 他们不得不让海掌门 再次出山 担任队伍的打野位 但依旧 没有为队伍 带来太多的改变 最终 他们以常规赛 倒数第四的成绩 结束了本赛季 在S5 他们也是小组赛 就惨遭淘汰 在之后的多个赛季 C9再难以回到 他们最初的巅峰状态 在联赛内 一直都是万年老二 2016年夏季赛 他们引入了Impact 但在决赛上 他们输给了TSM 2017年的春季赛 决赛上又输给了TSM 在S7上面 他们虽然保持了 自己进入世界赛 毕竟淘汰赛的记录 但输给了WE 还是让老板 杰克IDM 有些不满意 2018年 C9继续引员 上单上 新加入了Liquris 打野上 他们找到了Swain Screen 但是在新元加盟之后 C9还是在旧赛首轮 就被Team Liquid 横扫出局 而这彻底惹闹了老板 杰克埃迪安 他由此认地 队伍师出了一些问题 有些人在队伍中 或许已经丧失了 求生的欲望 以及战斗的积极性 于是在夏季赛之前 C9突然宣布 将中单Jason 下落Snicky 以及辅助 全部下放 于是在夏天的 北美次级联赛 反而受到了 众多的关注 在第一场 C9 Academy的比赛中 就能看到 之前还在打 世界赛的三人 带着清续上演 一起打次级联赛 但这样的做法 也激动了一些粉丝 他们认为 俱乐部这样做 是对明星选手的不尊重 尤其是看到 C9在前三周的比赛中 只拿到了一胜五负 垫底的成绩的时候 C9不得不将自己的主力 又重新换了回来 但或许是 这一次的下放 给了这些选手一些警醒 随后的C9 反而一路 刷到了排名第二的位置 只是决赛上 又一次 被Team Liquid击败 又拿到了一个押军 直到今年的春季赛 C9时隔六年之后 才重新夺到了久违的冠军 而此时他们的阵容 和第一次夺冠的阵容 早已翻天覆地 C9的成功 是靠着选手们的成绩 打拼出来的 英雄联盟分部 一直都是C9的主心股 CSGO分部 拿下了北美队伍 第一个美酒冠军 OW分部 伦敦喷火战斗机队 是拿下了 守望先锋 创始赛季的冠军 绝地求生分部 拿到了2018年 PGL秋季国际央起赛的冠军 但在这背后 他们的老板 杰克埃迪安公布口目 他在2017年 开始了C9的融资之旅 3月份 他们完成了自己的 种子轮融资 拿到了300万美元的资金 但是在年底 由于要参加 守望先锋的职业联赛 用于购买联赛的名额 C9随后 进行了A轮的融资 拿到了2500万美元的资金 而这些投资方 包括WWE MSE体育娱乐的合伙人 劳尔·费尔·南斗斯 这家公司 也是NBA华盛顿奇赛队的运营方 在2018年10月 C9再次进行了 自己的B轮融资 又拿到了5000万美元 这笔资金将帮助C9 在洛杉矶 打造一个 约3000平米的训练基地 也不知道在多年之前 杰克埃迪安是否会想到 他当初花费 15000美金买下的战队 会在今天 长成如今的参天大树 好的 我是诺诺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说的 也可以在评论中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